过去的人因为贪婪 不懂得尊重不同的文化 毁了圆明园 以及世界上很多不同地方的古文明 所以我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希望当人们看到瘦手的时候 可以引起他们的关注 然后有更多的人去爱护世界文物 尊重世界的文化遗产 重塑当代十二生肖瘦头这件事情 是来自于大哥的主导跟坚持 当我们在做这个瘦头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是想去仿制一套圆明园的瘦手 我们其实想要表达是一个新的态度 它其实是一个态度的艺术品 想把一些讯息放在这样子 一个可以传世的同志品里面 让未来的人可以看见我们这一代的人 对于文物保护 对于艺文化的重视 这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 2013年的4月26号 当大哥的电影《十二生肖》上映的五个月之后 法国的皮诺家族 就是十二生肖鼠头跟兔头的拥有者 在北京正式的宣布 他们要无偿的把这两套瘦手捐回给中国 在第一个时间呢 就有许许多多大哥的朋友 就打电话给他 发简讯给他 大哥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第一个事情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是他这一段时间以来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大哥说呢 他说不管这件事情 跟电影《十二生肖》有没有关系 他都当做是有 因为对他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说了他想说的话 他做了他想做的事 不管结论是什么 他做了 他就已经很高兴了 在我们整个当代《十二生肖》 受手的这个艺术行动里面 我们第一个捐赠的博物馆是 袁明远 在袁明远的捐赠仪式上面 大哥说了一段话 他说他拍《十二生肖》这部电影 里面既有动作 也有历史 但是他拍动作的目的 是要人去关注历史 当人们关注这件事情 他去拍这部电影 去做这件事情 他的初衷就完成了 当我们在制作《十二生肖》 受头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思考点是 它的基础是一个 中式美学的《十二生肖》 但是它的制作时期是现代 所以我们也考虑到 使用西方的线条 比例 结构 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 去制造了这套《十二生肖》的受头 我们又考虑到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讯息的载体 像一封信 放在一个时光机里面 把我们现代的人 用这一代的工艺美学想法 然后把上一代人 所犯过的一些错误 有机会留给下一代的人 这就是我们当初 在制作的时候的一个核心想法 当我们确定了这个铜头 是最好的载体之后 其实我们的挑战就在于 怎么把铜做好 所以呢 虽然说参与的人 都是有很丰富的经验 不管雕刻 艺术家 或者是铸造的师傅 但是我们就试图要 配合大哥 因为大哥 他的坚持是想把这东西 做得更好 这个坚持 跟这个所谓的更好 这一点点就给大家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合金的选择 在著作工艺的 每个细节的选择 都是一个新的尝试 这个尝试不是过去没有人做 只是我们要在把细节 往上调高的时候 很多东西就没有所谓 现成可以使用 很多东西就是重新调制 重新调配 重新尝试新的比例结构 这些尝试 就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量 当我们完成这个铜头制作的时候 我们也邀了国宝级大使黄勇玉老师 到写12生肖这几个字 还有我们所要传达的讯息 都刻在这个铜头的底部 把这个讯息的载体传承下去 现在当我们漫步在希腊的卫城 看着巴德龙神庙 或者我们到了五哥窟去 我们会经历于人类的文明所产生的这一切 因着人类存在的公益美学 所产生的美丽文化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在这些文化的过程中 不管是埃及 是各种不文明 都有人类因为贪婪 因为政治 因为战争 因为各种我们不理解的理由 所造成的毁灭 它可能是很粗糙 也可能是很粗暴 像二次大战期间 德国的将领凯瑟琳 他把意大利设为一个 叫做不设防的城市 这个举措 保护了这一个重要的人类 共同的遗迹 还有巴黎的拯救者 肖尔蒂茨 奈良博都的恩人 梁思成 这些人在 他的角色 地位定位上 他做了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坚持 这些坚持都造就了今天 我们对于文物文化 有更多的理解 整个当代十二生肖制作小组 所想完成的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大哥不断在说的态度跟讯息 就是只要这件事情 可以给每一个文物工作者 或文物保护工作者 多一点的支持 或多一点的理解 或者可以让每一个人 不管是一个人 一群人 或更多的人 能够把文物保护 跟对于文明的尊重 多一秒钟在脑中里面停留 这件事情 就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这么简单 就是想做一个讯息 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 有人理解 多一点停留在他们的思想中 因为我们 我们明白 不一定能够改变什么 但最起码我们做了 我所说的这些内容 其实就是大哥一直的坚持 而我们所做的就是 配得上他的坚持 也去参与他的这个坚持 就是这样 并且我们也想把 这一个行为或者物件 也献给那一些历世历代 做对于文物保护 付过极大的心力代价的人 我们说这件事情的目的 其实只是希望 您能够来到这里 因为你来到这里 参与过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对于文物保护 对于义文明的尊重 能够有机会 在你心中多留一秒钟 就这么简单 当这些事情完成了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值了 请代表当代色生肖制作小组 还有成龙大哥 对您在线上感谢 为什么 因为你来到这里 你知道这件事情 也让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值了 谢谢您